四个孩子三个妈这么传奇的人生 也许只有张继中大导演才能驾驭得了吧 毕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不过拍了一辈子电影的张导也有演杂的时候 比如和前妻樊心曼 就从最初的甜蜜恩爱走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为了500万欠款,两人恩怨纠纷了6年 如今终于尘埃落定 张继中败诉,法院令期10日内归还樊心曼所在公司 湖南美猴王影业有限公司 本金500万,利息26.47万,共计526.47万 据悉,张继中当时利用职务之便向公司借款500万元 但没有及时归还,并在他与樊心曼离婚后 试图将樊心曼歪曲为偿还人 当时张继中为了保存颜面 在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出严正声明 张继中被美猴王影业起诉 按由为借款合同纠纷为不实报道 如今证明这不仅是真实报道 还是需要张继中真金白银交还对方的法律问题 虽然樊心曼在官司上大获全胜 但昔日的恩爱夫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还是让人难免唏嘘 那么夫妻二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陌路的呢 张继中的第一任妻子王丁比张继中小两岁 虽不能在他的事业上对他有所帮助 但也是相夫教子的一把好手 只可惜张继中并不懂得感恩平淡的幸福 在女儿两岁的时候 他和小自己14岁的樊心曼搞掉恋爱了 妻子想为了孩子忍一忍 但张继中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还公开与樊心曼初双入队 发起无奈只好提出离婚 张继中虽然和樊心曼年龄相差大 但很有共同语言 两人从1990年开始恋爱 同居12年后 于2002年5月份结婚 这一年张继中51岁 樊心曼36岁 本以为这两个人会珍惜来之不易的爱情生活 没想到却在婚后过得一地鸡毛 2016年在两人相恋的第26个年头关系突然恶化 张继中指责50岁的樊心曼出轨 39岁的干儿子萧綦 被他抓了个正着 樊心曼矢口否认并爆料张继中不仅包养情人 还在国外有个3岁的私生子 而私生子的母亲 就是张继中的助理杜兴林 对此网友都表示不相信 毕竟张继中已经70岁了 绯闻女友杜兴林才39岁 结果没想到 张继中很快就将婚内财产陆续转到杜兴林名下 自己把自己锤了 为了三亿财产的分割问题 张继中不惜与樊心曼大打出手 一度打进了医院 还真是老当义壮啊 办完了离婚之后 张继中就火速迎娶了娇妻杜兴林 杜兴林也大方地晒出了他和私生子的合照 但看起来私生子是婚血 并不像是杜兴林的亲生骨肉 对此杜兴林和张继中都没有正面回应过 不过两人对孩子都很好 没有跟自己其他孩子区别对待 虽然张继中和现任妻子杜兴林过得安稳又幸福 但与前妻的欠款纠纷一日不付清 张继中就一日不敢松懈 毕竟张继中年纪大了 已经很多年没有拍戏赚钱了 尽管一直很努力地直播带货 但业绩也不佳 这500多万的还款对于现在的张继中来说 可真不是个小数目 要养活老婆还有三个孩子 况且现任妻子也不愿意平白无故 把财产分出去500多万给老公前妻吧 不知道十日内张继中能不能顺利还钱呢 虽然是 担折会